小马克思万万没想到 杜特尔特和中国真有一份南海秘密协定 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 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争端得到了比较好的缓解 而在现总统小马克思致力于在南海制造问题的背景下 菲律宾国内的强硬派和反华派把矛头对准了杜特尔特 认为其与中方达成了不为人知的协议 而最新消息显示 按照杜特尔特身边人的说法 证明前总统和中国之间还真有秘密协议 上述说法来自杜特尔特时期的总统发言人哈利·罗克 能担任这个职位 说他是杜特尔特真正的心腹也不为过 按照他的说法 杜特尔特的确与中方存在一份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的君子协议 以维护南海的局势稳定 罗克透露 之所以说是君子协议 是因为其并非白纸黑字的书面协议 这名杜特尔特的身边人强调 因此 这份协议 不会对小马克思政府产生任何约束力 同时 如果这一届菲律宾政府认为前任的政策无效 就必须拿出自己的东西 同时他认为 杜特尔特的做法促成了中非友好 使得菲律宾不仅在经济上获益匪浅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两国的海上摩擦 不过罗克特别强调 杜特尔特并没有 就拖走在仁爱礁非法坐摊的破船一事 与中方达成任何承诺 这艘船从埃斯特拉达总统时期就在那里 以上说法 第一时间在菲律宾国内引发了关注 因为此前一直有传言称 杜特尔特与中方达成了某种协议 这才使得中非海上摩擦在几年内得到了缓解 而在小马克思选择用强硬姿态面对南海问题后 菲律宾国内一些人就借此对杜特尔特进行了指责 怀疑前总统有出卖主权的嫌疑 而在中方透露 非方曾承诺拖走仁爱交破船后 菲律宾国内更是开展了大规模的抓内鬼活动 各方都在猜测 究竟是哪一位前总统向中方许下了承诺 在任期内维持良好中非关系的杜特尔特 自然就被再次盯上了 如今罗克的出面 算是证实了外界的一些猜想 那就是杜特尔特与中方确实在私底下达成了不少共识 甚至说是一份君子协议 不过按照罗克的说法 相关情况并不是以书面的形式留存 因此约束力并没有那么强 可以说是全看自觉 然而对于杜特尔特方面的这一说法 菲律宾国内的强硬派还是表达了极度的不满 非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来亚强调 他们不知道菲律宾与中方存在任何君子协议 杜特尔特方面应该向外界把事情解释清楚 因为如果这样的协议真的存在 就会侵犯菲律宾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 同时他认为 前任的协议不会对小马克思政府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其不存在任何法律效力 可以看到 对于中非曾存在君子协议一事 但是菲律宾国内的强硬派明显是不想认下的 至少不能让小马克思政府认下 如果以上这些人都没有说谎 这份君子协议很可能是杜特尔特与中方直接达成的 菲律宾高层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恐怕也不多 要知道 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 中非关系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海上分歧也得到了比较有效的管控 杜特尔特还曾直言 所谓的南海仲裁结果就是一张应该丢到垃圾桶里的废纸 很显然 对于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杜特尔特这边基本上是贯彻下去了 可以说是言而有信 而从结果来看 杜特尔特的做法是对中非两国都有利的 这一点自然值得肯定 如今 菲律宾国内某些人就这个问题指责杜特尔特明显是居心叵测 毕竟他们现在推崇的小马克思 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可并不好 在去年初的时候 小马克思访问了中国 并与中方发布了联合宣言 其中白纸黑字地写道 小马克思承诺在他父亲奠定的中非关系基础上再接再厉 把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 同时 小马克思还承诺菲律宾重申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这名菲律宾总统当时还强调南海争议不是中非关系的全部 同意妥善管控分歧 可以看到小马克思的许多承诺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而现在他的态度是什么大家也都看得清楚 相比杜特尔特用实际行动落实与中方的君子协议 小马克思这边可以说是言而无信 事实上菲律宾国内某些人逼杜特尔特此时表态 也带有明确的政治斗争意味 如今 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同盟已经破裂 前者正采取多个手段打压后者 而双方存在较大分歧的南海问题则被小马克思抓住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炒作造势 但是菲律宾国内在南海问题上明显过于情绪化 此时再爆出杜特尔特与中方有君子协议一事 无疑会让杜特尔特的处境更加艰难 南中国海局势紧张 非总统下令加强海上安全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下令要求非政府加强海上安全协调 以应对维护领土完整与和平所面对的一系列严重挑战 一段时间来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 围绕存在主权争端海域的矛盾冲突一再升级 据路透社报道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周一 3月25日签署了相关命令 该命令于本周日对外公布 命令中未提及中国 但此前双方就南海争议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海上对抗 并且不断相互指责 中国外交部尚未回应路透社提出的相关问询 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区域声称拥有主权 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船运贸易经过南海 尽管海牙长社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作出裁决 认为中国不能依照历史性权利对南海岛礁提出主权诉求 但是北京方面拒绝承认这一裁决 并在整个南中国海的声索地区部署了数百艘海警船进行巡逻 最近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上周末 当时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扰乱了菲律宾向第二托马斯交 中方称仁爱交 执行补给任务 造成船只损坏 部分船员受伤 这也是去年爆发非中海上冲突以来的最新一起交锋 1999年 菲律宾故意让一艘废旧军舰坐摊搁浅于任爱交 以巩固其领土主张 以该坐摊军舰为依托 菲律宾得以在任爱交长期驻扎一小支部队 中国外交部在3月25日发表声明称 菲律宾违背了多次向中方做出的拖走该舰的承诺 不过 菲律宾方面一再否认曾做出过这样的承诺 并强调其不会放弃人爱交的立场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命令中表示 尽管菲律宾努力促进我们海域的稳定与安全 但菲律宾仍然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 包含威胁领土完整以及菲律宾人的和平生存 周四 马克思则表示 不会在北京的威胁之下闭口不言 他说 面对中国海警和中国海事民兵公开 持续不断 非法 有进攻性的危险攻击 菲律宾将以一套适度 坚决 理智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他还强调 菲律宾不会退后 马克思下达的命令包括 扩大并重组了菲律宾海事委员会 增加了国家安全顾问 副检察长 国家情报 协调局局长和南海特别工作组 扩编重组后的海事委员会将成为制定战略的中央机构 以确保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和海域意识建立统一协调和有效的框架 中国《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周日在微博上称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南海开展实战化训练 南部战区的多艘军舰这次演练了对武装渔船实施综合火力打击 以及对战损武装渔船实施补充打击 他写道 在老胡看来 南部战区传递的信号很清楚 武装渔船显然包括侵犯中国主权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支 近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电话时 重申两国共同防卫条约以及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定不移 奥斯汀同时批评中国上周向菲律宾补给船使用水炮并予以拦阻是危险的 南海局势升级 中国海警彻底忍不住 非海军三名人员受伤 菲律宾这些年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想要把烂船粘在我国的岛礁上 妄图用这种无耻方式占据我国的领土 菲律宾在美国的撑腰下 也是做出很多非法冲击我国海洋权益的行径 南海局势近期也因为菲律宾的无力搅扰变得再度升级 面对敌人的蠢蠢欲动和无端姿势 中国海警彻底忍不住 菲律宾军方的三名人员受伤导致无奈投降 菲律宾的无耻闹剧真让国际社会都感到鄙视 菲律宾总是跳出来挑衅我国 这背后与美国的怂恿是有很大关系 美军在菲律宾建造了多个军事基地 菲律宾就觉得自己有撑腰的 不怕中国海军会把飞方怎样 三五步时就往我国的南海区域乱窜 简直像跳梁小丑一样各种手段都用了 飞方近期在我国仍爱岛礁附近也是不断冲击 不断挑战我国的底线 中国海警也不忍了 不惯着飞方派出两艘海警船直接包围一艘飞方船只 船上有三名飞方海军人员在这次被围剿中受伤 狼狈不堪又惧怕不已 联盟对我国海警举起白旗表示投降了 网友看到这个消息都拍手称快 看来我国海警一发威 飞方马上就认怂了 不管平时胡家虎威装枪做事 到了洞真阁时候 飞方是真的畏惧我国海军和海警的战力和威严 媒体也对这次的摩擦进行了报道 网友从视频资料也能看到更多细节 就在近期 菲律宾的运补船又满载了物资和暗中藏着的修补舰材等 有两艘菲律宾的海警船护送 往我国仁爱岛礁的区域行驶 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为了给我国岛礁上那艘狗皮膏药 做摊破船 运送补充物资 以往我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重要是生活物资是不加以过分拦截的 而且趋离的方式也都是考虑到尽量控制 使用水炮的方式都是危害性很小的 非方简直是无法无天 总以为美国给撑腰就能为所欲为 甚至觉得中国的忍让和克制是惧怕非方 于是我国岛礁不断挑衅 频繁在我国实施违法的冲击擅闯等行径 这些非法挑衅导致南海局势紧张升级 区域局势变得敏感和不安 我国海警面对非方的非法行径都是及时监视警告和驱离 这次非方的挑衅升级竟然派出海警船 不断对我国出言不逊和做出挑衅的态度 我国海警船派遣出两艘执行船只 立刻采取行动 果断包围非方的船只 使用强大水压的水炮进行喷射驱离 非律宾运送物资的船只玻璃被击裂 甲板上的建筑物等都有破损的情况 三名船上人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情况 这让非方直接傻眼了 一扫之前的猖狂态度 立刻举白旗表示投降 生怕我国海警船进一步采取行动 非方的认损投降 让人出乎意料 毕竟这么多次来挑衅 始终都是一副你能把我怎么样的嚣张的样子 非律宾的冲击我国海域 无理挑衅 侵占我国岛礁的非法行径 早就引发了网友的愤慨 这次竟然能意外投降 让很多网友大呼 我国海警威武 出手就让对方感到了威压和可怕 生怕非方的船只被交代到这里 于是赶紧投降 外界的猜测也因此纷纷出现 表示中国海警这次肯定是动真格了 不然非律宾方面 不能吓得屁滚尿流地赶紧投降 中国海警有着非常专业的素养 更有强悍威风的行动实力 采取何种措施 使用何种力度教训敌人 都有着克制分寸 不是不敢出手 是我国从大局考虑 始终在克制 中国海警稍微勾勾手指 就能把这些敌人吓得变了颜色 看到这样的消息 真让网友和军迷感到解气 同时也能看出 我国海警和海军 蕴藏强大的实力和打击能力 对于敌人来说 我国不会轻易出手 只是时机未斗 而且很多事情 不是一次打狗就能解决 我国需要的是 等待时机 找到解决问题关键的那个机会 彻底解决问题 不会导致后面 还有后患遗留的问题 因此 军迷也要放心 我国处理问题 和这些萧小的争议时 有着高瞻远瞩的筹谋 更有着自己的部署和防范 敌人根本不会得逞 更不会从我国海警和海军面前 讨到便宜 就算敌人暗中有帮手 有勾结在一起的所谓盟友 但在实力不断激增的解放军面前 依然不是我国的对手 我们相信国家 相信人民解放军 有实力铲除敢于挑衅中国的任何敌人 收台将近 台军或炮击厦门 邱国正表态 大陆国企建立人武部 进入四月 台海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充满不确定性 原因很简单 台军要在金门举行大规模实弹演练 此次演练不比从前 挑衅大陆意味拉满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台军金门实弹演练的位置 就可以看出来 据台退将栗正杰所说 此次台军实弹射击的地方 是湿雨 对面高楼大厦是厦门 开炮的地方是刘武殿航道 距离厦门不超过三公里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打到厦门周边 非常危险 台岛想跟大陆说 这只是常态化演习 但是大陆相信不会相信 目前大陆密切关注金门台军的动向 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 对于金门实弹演练 另一位台退将张延廷做出判断 认为金门实弹演练一旦成为擦枪走火 两岸就有可能爆发战争 因为民进党当局用火炮演习 代替台海巡署驱离 整个四月都在金门搞演习 说白了就是向大陆极度挑衅 看看大陆敢不敢打 一旦台军动手 大陆随时准备开打 张延廷之后 马英九前核心智囊赵春山也表示 大陆绝不会预告攻台时间 全世界任何一场战争都没有预告 很多战争都是意外的突发事件引起的 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台军四月金门实弹演练 显然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 也就是说 对于台军四月实弹演练 众多岛内军政人士专家都表达担忧的态度 特别指向台军实弹射击的位置 距离厦门太近 显然就是要向厦门开炮 对于台军四月金门实弹射击 台军头子邱国正做出最新表态 据悉 因儿子被曝射黄且有影片外流后 邱国正口头请辞 但被蔡英文未留 4月1日上午 邱国正正式做出回应 哽咽道歉 随后表示会坚守岗位 随时应对金门任何有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邱国正表态后 台滨海作战指挥部将要成立 将原本的海洋监侦指挥部 海军131舰队的导弹快艇 以及反舰导弹部队海风大队合并 再加上新采购的录用 以及舰载无人机 基于此作战单位 邱国正望言 台军滨海作战范围 从50海里扩大到250海里 从台军金门实弹演习的位置 再到台军头子邱国正的表态 可以看出 4月台海冲突的风险 将会进一步拉高 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正在这个时候 大陆一则消息 让台军紧张了 据悉 上海城投集团 猛牛乳液与内蒙古伊利集团等 大陆16家大型国企 建立人民武装部 我国防部发言人 宣称这是依法落实民兵制度 履行国防义务 加强国防建设的客观要求 基于大陆国企 频繁建立人民武装部 台军智库做出两方面预测 一是两岸军事风险走高 大陆已经开始从兵力上布局 建立更深层次的民兵组织 准备长期战争 也就是持久战 二是大陆看到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所面临的困境 因此启动民兵在人力动员 物力支持与军需装备生产后制动员能量 将民兵建立成一支平时服役 紧急应变 战时作战的国防后备力量 对于台军智库的看法 我们想说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想多了 一旦真到了解放军武力收台那一刻 哪有什么持久战和消耗战 首战就是决战 台岛没有防御纵身 还想打持久战 真的想多了 马英九访路行程公布 郭正亮直言马是在忏悔 知道是自己造成脱钩 据观察者网报道 马英九率团访路行程 定于4月1日到11日进行 与其同行的 有20名岛内青年 将先后到访广东 陕西 北京三地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续曾 3月31日公布此行具体行程 其指出 此行首战为深圳 在广东行程为三天 将前往中山大学 黄花岗72列市陵园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将前往大江 腾讯 比亚迪 港珠澳大桥参观 在陕西行程为四天 将参加公祭皇帝仪式 参观秦始皇陵 大雁塔 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安国家版本馆 参观光伏头部企业龙基绿能 陕西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 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 将赴东汉降临马园牧 探寻马士根脉 计划4月7日底经 赴北京大学 巴达岭长城 故宫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抗日战争纪念馆 国家速滑馆 国家体育馆 计划于4月11日上午 乘机返台 马英九此次率岛内青年团体 附路行程安排密集 其行程路线可划分为三条线 将先后赴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进行青年交流 双方沟通 起到增进彼此认知 建立两岸青年联系通道的作用 去年附路行程中 马英九随后邀请大陆青年 附导内了解情况 今年或同样有此类做法 相关联通通道的常态化 有望在双城论坛之外 搭建两岸交流的另一常态机制 构建两岸青年论坛等相关联通方向 促进关于大陆的一手信息 在岛内传播 为接下来的两岸事务 推动认同九二共识 熟悉两岸实情的岛内人才储备 二 寻根之路 岛内人群繁衍轨迹从何而来 今后将向何而去 是事关岛内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马英九在通过自身行动 基于岛内对马英九形成的密集关注 引领岛内进行一场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寻根之旅 去年复路期间 马英九提自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 向乡亲自称湖南崖子回来了 今年四月 马英九将参加公祭皇帝仪式 纪念被称作人文始祖的皇帝 将赴马元穆寻根马氏先祖 这也是岛内多数人的普遍情况 他们的姓氏之根在大陆 赴黄花岗七十二列室陵园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黄埔军校旧址 抗日战争纪念馆 史皇陵 大雁塔 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安国家版本馆 故宫 长城 回顾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回顾一个中国的历史实物 三 发展之路 将前往比亚迪 腾讯 大江 港珠澳大桥 龙基绿能 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员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作为北京奥运会主场馆的冰丝带 及鸟巢 当下大陆在发展建设上同岛内拉开差距 相关参观有意于岛内青年进一步确认这一差距 基于两岸的物质差距形成趋向统一的利益引力 台湾地区也是相关大陆头部企业的预期市场 岛内闭塞市场形成系列利益软身体 推高岛内生活成本 马英九率团此行 也是对大陆企业在岛内渔情前的一次集中曝光 或增大岛内对大陆开放市场以降低生活成本的渔情 对马英九此行 岛内媒体人郭正亮评价称 在未处理台独克刚一事上 马英九有负债 马英九在自身任期内有许多该做的言行畏作 其率团附录 因为清楚自身引发了岛内同大陆历史的脱钩 马英九任期前及任期内 是台独猖獗难以正面遏制的时期 马英九在这一期间完成了两项关键事项 包括促成ECFA确保两岸联通 增大遏制台独的硬性拦阻 在最高层层面再度确认九二共识 增大遏制台独的软性拦阻 当下马英九的附录之行 正为两岸融合统一提供引领 增大遏制台独的硬性拦队